有些人总在半夜某个时间段就自动醒来 和两个战斧有关 一,半夜一到三点醒来和肝有关 这个时针是肝经当定的时候 我们的肝是长血的 如果我们的肝经畅通 此时正是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 但是如果肝经不通 就会在这个时间段醒来 坚持拍打夜摸会有很好的帮助 我们手持经络拍 对着夜摸的位置力度适中的拍打 左右的夜摸各拍打100下以下 二,凌晨三到五点醒来和肺有关 这段时间是肺经当定 肺经把肝脏已经代谢好的血 输送到身体的每个角落叫肺桥百脉 如果肺经不通 这段时间就会自然醒来 这种情况应该坚持疏通脚窝 我们也是手持经络拍 对准脚窝的位置力度适中的拍打 左右的脚窝各拍打100下以下 我手里的这款肺经络拍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非常好用 可以疏通四肢腰腿 全身都可以疏通得到 非常好用 弹性好 力量足 还加入了八大中药材 喜欢的朋友 点击下方带一对回家 上方带一打 中方带一看 到正前方的酱窝